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一致认为面对严峻形势和复杂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顺应时代大势把握战略主动 成功办好一件件大势要事喜事 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一个个风险挑战 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骄人成绩 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 实践证明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大家表示 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 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 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的前进步伐 任何风险挑战都阻挡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全会最重要的成果 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在建党百年之际 党中央召开六中全会 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是郑重的历史性战略性决策 体现了我们党重视和善于运用历史规律的高度政治自觉 体现了我们党牢记初心使命 既往开来的自信和担当 大家知道 在我们党的百年历程中 1945年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 制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两个历史决议产生的历史条件 时代背景所要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 但是都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做出的 都对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那么现在 距离第一个历史决议制定 已经过去了76年 距离第二个历史决议制定 也过去了40年 40年来 党和国家事业 大大向前发展了 党的理论和实践 也大大向前发展了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奋斗历程 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 既有客观需要 也具备主观条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